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级各位 预备 加油 加油 跑得好快呀 那是 你就原来跑得更快 就是好像跑第一了 爸爸 我和终点等他们吧 走吧 快来 快 brightest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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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累了 不知道我坐过就好了 把我坐过 我坐过 你不用客气了 不用客气了 爸 爸 怎么回事 姐姐 什么看不出这 刚出来就只见上去 他气不来了 你别 我已经气不来了 姚老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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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老师 怎么了这是 好吗 抱不动了 你不是全居地帮吗 是你那讲他事的 那 朝外休息吧 回家了啊 别别别 别别 别别 别我喝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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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我那个 我不是跑不下来啊 真的 我觉得 我是没发挥好 就是昨晚上那王王腾闹 我跟你说 那汤把我喝得 我一宿闻闻闻闻 好多 姚水 你给我 往楼头里散 没事啊 我 不是 你们仨谁跑我 给我祸害我路由器去了啊 没事 你修不好 待会儿我帮你弄去 黄宇啊 我觉得这个 先走进去 先走进去 赶紧密走 好 说说那帮忙去 好 铁铁儿 豆瓣儿 想不想吃冰激凌啊 露露 我给你买去 好不好 你知道谁是第一名吗 谁啊 姚老师 是姚老师就对了 开始之前呢 我教了才几周 别说 这回车里就快 就你了 你了 有脸色 哎 好厉害 大夫 谢谢你了 哎 这个鸡蛋 来 干吗呀 不是不理我吗 不理我都不理我 我一直扛得住 至于吗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 跑步没跑好怎么了 不是怎么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丢人 你说我觉得看我的老底子 一万米跑不了 五千米总行吧 我两千米我就趴着了 你说当时多少人看我 要蓝维也看着我 一脸见人了 有不足才说明你有进步的空间 两千米怎么了 下回你就跑三千米 再下回你就跑四千米 我还就不相信了 只要你努力 你就跑不到一万米 等我跑到一万米啊 我们家兜班都上高中了 幼稚 我不许你这么妄似菲薄自暴自弃 刚才环宇说的拒绝在里 掏心掏肥的 你现在无非是缺乏一个 证明自己的契机 对吧 契机 对 就是契机 袁帅说得对 成功不止一个标准 改变自我 也并不等于非得去参加 长跑比赛 那我干什么呀 挣钱 现在是什么年代 是恋爱不问年龄 英雄不问出处的年代 你说娟要是手里有个几百万现金的 那还怕什么呀 我当然知道挣钱好了 我也想手里有几百万现金 那问题是 我 我怎么这样啊 我一没人卖 二没钱卖的我靠什么呀 我 我靠着一百多斤肉 管用吗 做生意不一定要有本钱 你让我空手掏白狼去 空手掏白狼 有时候也是一种智慧 比二开斯靠什么 乔布斯靠什么 艾迪生靠什么 咱们没本钱 但是咱们有脑子呀 发明专利现在值大钱 没错 但是华裕 我觉得娟这款的 好像不适合搞发明创造 想看我了 想看我了 李华裕你这话提醒我了 我真是挺喜欢搞发明创造的 我 我上初中那会儿 我搞了不少小发明的 是吗 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我 我那会儿不是特别怨赖床吗 我怕自己睡过头了 我 我就把电影《午夜凶鸣》里面 真子那叫声录到我们家那闹钟里面了 按时起床了吧 一宿都没敢睡 我就怕他叫回 多好的主意啊 你看看 录子是野了点 咱们步伐是个发明创造 是个录子 咱们就按着这个录子多想想 好 搞不好 智慧就能创造财富啊 没错 你行 我行 看好你 能行 看好你 放把鸡鸡鸡 唯我东春 师傅 师傅 开那边 来 铁鸣儿慢点慢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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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站着啊 姚老师 要注意安全 来了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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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等 要来四个踩踩 我妈妈的工作忙刚结束 快快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 收拾东西吧 你看这不好意思 正常您等了你看 没事 我正好陪他们玩一玩 我还可以做做准备活动 一会儿还跑步呢 您都跑第一了 您还训练呢 跑步是为了锻炼意志 不完全是比赛 对对对 精神可嘉 精神可嘉 不早了 你们回去吧 好 我还得顺便再跑两圈 好嘞 好嘞 来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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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点说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真有活力 走吧 羡慕也不用 舅舅羡羡慕怎么啦 可以羡慕 就是不能卸眼 你怎么说话呢 你知道什么叫卸眼吗 卸眼就是 卸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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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 卸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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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今天怎么又回来了 我妈呀 找个汤帅哥哥 当着点教育 你妈挺生气的 那是不是 后果很严重啊 我痛定思痛 想了又想 我错了 我不应该那么鲁莽冒进 飞蛾扑火一般 只想着跟帅哥哥谈恋爱 而不顾及周围人的感受 好 晶晶大 懂事 懂得替别人着想了 所以啊 我决定了 从娟哥和孩子们入手 一起快乐 一起成长 做亲人 做朋友 慢慢地教帅哥哥了解我 喜欢我 接受我 好 说得太好了 我都被感动了 叔叔 电话 谢谢啊 露露 咖啡 这么多什么事 喂 老张 什么时候是 你赶紧给老妈打电话报羞啊 不是 你听我跟你说啊 首先有一点稳住业主的情绪 但是别急 别骂劲别打人 我先马上打过去 好吧 对对对 同事给老妈打电话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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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到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小区业主家漏水 在楼下给淹了 我先赶紧赶过去 那个 你还 孩子交给我啊 你放心吧 好好好 你快去吧 快去吧 多多多多谢啊 那个 湖流水 到这边还倒着啊 好 好嘞 好嘞 来 配方 好好学业啊 喂 赵哥哥 我是晶晶 晶晶 怎么是你啊 这儿贵蛋没有急事出去了 你放心吧 哈林总先把孩子交给我了 他们现在就老老叔叔写作业呢 一会儿披萨就送来 我带他们吃披萨 那行 那你就把孩子们看好啊 尤其是露露啊 你别让他去阳台啊 还有那个铁钉 豆包 你别让他们打起来啊 知道了 你就放心吧 好好 我放心 好的 谢谢 你 您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您怎么把葛晶晶招架去了 我没招的 是她自己来的 不是 那你也不能把孩子给她呀 你 你干什么呢你 你说 我们单位有急事 有个业主家漏水了 我得赶回去 不是 你放心 你放心 我晚上马上就回去 好吧 行 行 我跟你说 你 你给我赶快的啊 好好好 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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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露露真棒啊 不错不错 豆包也挺好的 晶晶姐姐 这个怎么写呀 这个还不会吗 看着啊 自己写 真是我太爷爷的酒 知道 就看看 晶晶姐姐 我累了 我也累了 今下怎么还不送到啊 都饿死了 不行 必须一鼓作气写完作业 一鼓作气 那你把鼓拿来啊 那鼓我就不写了 听话 不玩写作业 告诉你 我累了 好吧 好吧 我给你弄点好玩的东西 那玩之后 借点写啊 好吧 赶紧给我们弄啊 赶紧给我们弄啊 董总 什么事 一会儿的销售汇报会 我想请个假 这个月的会议 你已经缺席了两次了 现在公司上下 对你的意见都非常大 而且你知不知道 作为一个公司中层 你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真是 真是临时有事 什么事 周周周听听 本来今天应该杜娟带孩子 但是他们单位临时 有事把他叫走了 现在三个孩子在家 我不放心回去看看 你又要三个孩子自己在家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没 没 不是 你 你别着急 这不是 这不属于突发事件吗 现在家里也不是 没人带孩子 现在谁带啊 李环宇啊 葛 葛晶晶 我说这个葛晶晶 他真是阴魂不散啊他 现在自己赖在公司里 不走扰乱秩序 然后他妈又来声讨控诉 现在你们又把孩子给他带 我说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啦 有完有完 我现在就是着急 回去处理这事了 你别着急啊 我有我要说的话 都在这里边 你到时候找了 替我一下就怎么说对话 好 这个呀叫热带彩虹 绿的是三连 红的是彩虹 好看吧 我看手 看能喝吗 当然能喝了 它的味道是鲜酸厚甜 苦中带香 能做苹果味的吗 没问题 你的小河丽 你的苹果 一样一样的 阿姨姑娘带三孩子 能闹出什么事来 我要想得出来 我就不那么着急了 我跟你说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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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你啊 你 你 我我我走去 在这边 赶紧的吧你 走 你这么安静 这么早就睡了 不会吧 阿姨 阿姨 郭老公站着 别动 郭老公站着 我不给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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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烫到大会堂呢 放手 我求求你 从我的生活里消失行吗 你根本就不配谈恋爱 你连喜马的生活常识都没有 王元帅 我真是瞎了我的眼 看着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男人 来 红梅姐 红梅姐 你们怎么找事来了 你过来 打开 给大家展示展示你的宝贝 妈 你给大家展示展示你的宝贝啊 好吧我帮你 看看 快看看 红梅姐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干什么 我还想问你呢 晶晶 你给我解释解释 怎么回事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们没帮我怎么样 红梅姐这事您也听我解释 对对对 解释什么 你晶晶原先多好一个女孩啊 听话 乖得像小猫儿一样 你看看现在 看看她穿的 这些东西 我做妈的看着都脸红还照 好好的给女孩子 都让你们给带坏了 黄又帅 我们两家是试交 你这让不了爷子的脾气 要是她知道了 是你把她的宝贝外孙女败坏了 她非豁出老命跟你拼了不可 今天我跟你仨说清楚了 你们都离她远一点 谁要再接近京京一步 跟你们没完 听听吧 你跟葛晶晶发展成什么样我不管 但是不能影响孩子 我跟她能发展成什么样啊 我跟你指天发誓 我对她一点企图都没有 我还是那句话 邻居 发小 小妹妹 不是吧 你之前不是说爱情像吃饭 缺什么补什么 说像葛晶晶那样 活力丝射的小女生 可以让你们这些腐朽的男人们 焕发青春 这才几天呀就虚不受鼓了 前两天看你们那幸福劲 我还以为马上就双宿双飞了呢 飞不动了 哥哥我都这把年纪了 再飞就摔下来了 而且先着地的还是脸 你别呀 我还等着你不带杨鞭自奋提 激流涌进自强不息呢 这没几天就躲在这 哀声叹气也不像你风格呀 说实话呀 刚离婚那段 我确实觉得就挣脱牢笼 从此能展示高飞了 可是现在怎么咱们都觉得自己 像一只心比天歌的老母鸡 光翅膀扑了两天 身子从未离开过地面 后悔离婚了 不错 承认失败是进步的开始 后悔 跟你啊 跟你我从不后悔 偶尔地享受一下失败的快感 那是为了更好地迎接成功的到来 好悔啊 你可算回来了 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你着急忙的把我叫过来想干嘛 你说我太急了我太急你了 剪钱包啊 没有 我真剪钱包我就不告诉你了 我要告诉你的事 我的发明终于成功了 儿童超级洗头帽 怎么样 这不就比高压锅电圈硬点 你忙的圈粗点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真的是洗头帽 是这么回事吧 你看自打我发明以来呢 我就一直名思苦想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家兜包小的时候 洗头不老实 为了防止洗发水浸倒在眼睛里面 我就曾经发明过这个洗头帽 今天上午我特意找我们物业 通下车到那马师傅找了点料 做俩样品 怎么样 这不就是个塑料圈吗 怎么就成洗头帽 不是 你这么看着是塑料圈 你过来 看他戴在头上 这就是洗头帽 头发从中间出来 蜜圈是防水的 洗澡的时候水 根本不会溅到孩子的脸上 广告词是我的想法 用了我们抄击儿童洗头帽 小公主们洗头再也不发丑 好了 这还真挺靠谱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仅仅是刚刚开始 我们还可以拓展一下 比如说 后面加上布帘 戴在头上 这就是一个倒棚 这上面挨石挖小洞泡 戴在头上 晚上走一路的时候 还可以摊掉灯似 怎么样 不是 不是 李华 你别 别老这么看着我 你发不得点意见呢 不管怎么讲 你是我这发明的第一个观众啊 试试吧 抓紧干 我已经闻到钱的味道了 好兄弟 不过咱俩说好了啊 那个 我发明 你推广 挣了钱咱俩一人一半啊 注意保密 一定 好兄弟 董李总啊 咱站上干嘛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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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战场了 我还有点紧张了 我是 别紧了 我带你见的这马总 是著名的风投公司的老总 人家这话里特客气 根本就没有老总的家 我就提醒你一点 说话的时候 一定要谦虚谨慎 不能夸大其词 这你都行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咱们实事求是 可教之谈 好好好 走吧 给孩子洗头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带上 你看啊 这个孩子的头发 从中间出来 旁边这些呢 这都是防水的 这样的话呢 洗头液呢 就不会滴到孩子脸上 不会进到孩子的眼睛里面 要是再热呢 你就把它拿下来 这就是一小扇子 非常的好 最主要的是啊 我设计它的时候 考虑到了婴幼儿 你看 把他往这儿这么一放 这就一围嘴 是吧 您知道 这个婴幼儿吃饭的时候呢 算里里拉拉的 哪儿都是 把这个放在这儿 就没事了 你看他有引流槽 我吓走了 根本不会掉到身上 是吧 还有别的功能吗 肯定还有 但是我还没想到 不过您相信我 这个开发拓展的余力 还是非常大的 妈 给个意见吧 是 接到你们这个案子 拓展部认真地开会 进行了研究 并且认真地进行了市场调查 认为你们这个发明不错 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市场前景是很好的 市场前景好到什么程度 按照百分之三的人口出征率 和百分之十的市场占有率 来计算的话 一旦投产市场前景一个亿 市场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就想知道吧 这一项发明合作 给我们什么挑战 是是是 一旦我们签署专利转量协议 给你们二人技术入股一千万 多了啊 一千万 一千万 这个太少了 我们不能同意啊 一千万 一个亿的市场价值 发明者只占到百分之十 全世界没听说过这么低的呀 一千万你还嫌少 你想要多少 咱先给你一千万 一千万已经不低了 一个亿的市场价值 我们挣不了多少钱 再说呢 我们还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从产品立项到生产 最后还要进行宣传包装 百分之十已经是极限了 那如果二位不同意的话呢 可以到别家去看 等 等 同意同 同意 同意马经理 同意我是专业的发明人 我说话算数 那个 那个咱咱 咱们不行咱就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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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完了 牵 好 既然同意 协议为令也好 让二位过目 致让认可 Rain 千万你还行怎么 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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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 这个专利证号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 我们的工作是很严谨的 你们的发明必须要申请专利 如果不申请专利 我们是不受理的 因为这里面牵扯到法律的问题 那个 马总 这个您可以放心 就我这个快乐喜 绝对是被豆包专门设计的 豆包 她闺女 对 为我女儿洗头专门设计的 这个绝对不是说 那个牵扯到什么侵权 什么抄袭什么的 我相信你 但是呢 这是规矩 进而为渐量 是 可是你说专利 你懂吗 我们这都不太懂 怎么弄啊这 这个问题比较繁俗 如果你们相信我们的话呢 我们可以代理办理 好好好 这样不省事多了吗 好好好 但是有一点申请费 需要二位先交一下 多少 一万 太多了吧 一万 那 那个 马总 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 我吧 我就是一个物业公司的副经理 我就负责通通下手道路 他 他 书八的小老板 书八都快黄了 就我们俩真是没那么多钱 你看你能不能照顾照顾 就给我们打个折 你是不是 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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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那么多钱 是啊是啊 年轻人创业不容易 是 这样 我做主了 打个对折 五千块 不能再少了 如果你们还钱多的话 那就请二位 不不不 有 有 有 不 不多 不多 五千 凑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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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刚 刚开了房子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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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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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八 八 八 你怎么分那么多地儿放呢 这不安全吗 不好意思啊 五百 一千 你干嘛呢 你就看着 你 不会一分钱都没带吧 不 带着 在 在这儿呢 不是 我这就 四 四百多加上这个 咱们这都在这儿啊 就这样 马总 不对 不对 那个 这我这还有一张 公交卡 里边还有三百多块钱 我这一年车钱都在这儿 不行的话您就 您就先 好吧 请二位 到楼下找秘书 去办理登记手续吧 好 谢谢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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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等一会儿花旗银行 还要找我来谈点事 二位请先回去吧 对对对 那个 您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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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回去了 好吧 谢谢您 谢谢您 马总 那个您要带走吧 这 这给您留下 这是样品 我咱俩有 谢谢马总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马总啊 谢谢啊 马总 谢谢马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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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宾 李慧 你去掐我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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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啊 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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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雾云见太阳啊我是 还是赶紧想想那五百万怎么办 我 妈 我想好了 我先拿两百万 就在我工作那小区 我买 买到房 我就让我 我我们公司 就是姓赵那个 您经理 老贵看人体看我那个 我气气他 我在他面前我当过业主 我天天我找他麻烦 另外呢 我拿五十万 那个买辆车 好车啊 再拿一百万 给豆豹包做个教育基金 什么牛筋剑桥随便让他上 剩下的钱我拿着我去日本 我找小方去 我不打他不骂他 我拿钱我砸他 我狠狠出口气一碗 别别别别 咱还是发挥一下 中华民族的优良美 得扰人处且扰人吧 剩下的钱啊 你干脆跟我入股开个西餐清算 我当总经理 你当董事长 也成 到时候给黄元帅呢 办一张免费的VP卡 让他随之吃饭免费 不要钱 我可提醒你啊 事务则成 在钱没拿到手之前 一定要千万报回 这条件 钱没到手 我把事业扔上去 不可能 这不是我肚尖的风口 环宇啊 那菜里面别多盐了啊 那 炒一个菜 怎么着 给你提一下啊 这 这 这满桌子 怎么见不着肉啊 你不是为了配合你减肥吗 我说减肥我也不能都吃素啊 你说你们俩好不容易下回厨房 又整出一桌子青菜 这当着孩子们的我也很难看呢 你知道吗 就是减肥 我们要吃肉 对啊 你看你看 对 孩子们的呼声 都是有钱吗 干嘛 跟我拿一把 这一把 算我借你了 买肉去 明儿给孩子们炖排骨 您这是中彩票吧 中彩票算是 我这是醒屋 知道吗 我觉得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的关爱 是不是啊 这样啊 你们有什么要求现在提出来 我全部卖足 爸爸 露露买了新的几盒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再借我一碗 你拿着 买一模一样的去 你也买一个 好啊 那个剩的钱不用找了 多买点零食 记得给露露带一碗 陆娟叔叔 我这还有五百 我全给你了啊 也算我借给你的 你晚上给我把油加满了 拿着 拿着 算一切 得嘞 得嘞 环宇 把那两肉就都撒下去 那有肉吃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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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点声别叫孩子 别叫孩子别帅气你家 你你干嘛你啊 还不都是那一千万闹的 说实话啊 我倒真是不在乎那点钱 我在乎是那点感觉 这种靠智慧创造财富的感觉 一个字 爽 两个字 不太爽了 这事啊 吓死我了 要说爽 我也觉得爽 可可可是事后 我琢磨了一下 我觉得他好像亏了 你想 他凭什么这么痛快 就给咱那一千万呢 一个亿的市场 就给咱一千万 哎 你说他得挣咱多少钱 谈判的时候我一个劲暗示你 你就是不听啊 现在想明白了 哎 我那种我就是太兴奋了 哎 我没控制住 哎 那那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咱们呀 既不能让人家吃亏 又要保证咱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啊 从这个哲学上讲 双方都在寻找最合适的平衡点 对对对 这事不能算完啊 我正在思考 怎么跟他们展开第二轮的谈判 对 是好好思考思考这事 哎 哎 哦 来 凭什么呀 你说凭什么呀 杜总 你能不能把生活跟工作分开看 我把他手弄伤了 我已经像孙子一样登门到过钱了 我还提着两袋的礼物 他要受了伤不能开车 他可以不来上班啊 没人会逼着他上班的 再说了我又不是专车司机 我为什么要送他呀 我还得接露露呢 露露可以让我哥哥接 这件事你必须得做 你要送你送 我对不起那人 黄元帅 我警告你 我不是在这里跟你商量 这是我作为副总给你的指示 如果你拒不执行 明天就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杜小玉 你没事吧 你为了送马里奥回家 你要瞅个鱿鱼 你能不能不干这种 亲者痛瞅者快的事 你别忘了我是你前夫 一夜夫妻 你别在这胡搅蛮缠 这是强化公司管理 你没有别的选择 好好好 我接受您的指示 我下班送他回家 但油钱得公司给我报了 我不能赔了夫人还带油钱 你放心 财务部会按照公里数 给你燃油补助 就这样 那咱当日油价 早上好 早上好 王先生 来上班了 来上班了 是啊 我已经好了 他还没有好 他是害怕耽误工作 所以提前回来上班了 精神可嘉啊 公司是国家 发展靠大家 早点来上班 就能共同奋斗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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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说这以前您不在公司 咱们公司上下 都有点集体萎靡 现在好了 您回来了 我们大家又满血了 那你们先聊 我去开户了 来 快点忘了 向雨 谢谢你的话 我明白了 谢谢你 向雨 帮我 帮我 祝你工作生活愉快 这个真不是我送的 那会是谁呢 看来你得好好地调查一下 公司里你的粉丝还真不少 我去工作了 跟我过来 今天干吗请我到这么高档餐馆吃饭啊 庆祝一下 庆祝什么呀 我最近呢 干了一件大事 如果这件事办成了呀 我的人生从此就改头换面 扬帆永航了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什么事 关于钱的大事 关于钱 关于钱 的大事 李幻月 你不是在干什么 没法乱记的勾当吧 你想哪儿去了 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 我虽然说这个 财高八抖穴复古车吧 但是我这个人啊 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小 像什么抢银行 贩卖人口诈骗这事 我听着都害怕 我干的呀 是这个规规矩矩的正经事 是用智慧创造财富 懂了吧 那我就放心了 如果这件事一半成了 我的第一桶金就算是挣到手了 该付的都付了 就算是排队也该轮到我了 所以啊 只要这第一件事情一半成了 我的密码就要做另外一件大事 算了 我还是别问了 你也不告诉我 不是不是不是 这这第二件事你可以问 跟你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我要向你求婚 好 你要跟我求婚 不是 你等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第一件事情做成了的话 你就跟我求婚 冰雪聪明 嗯 那第一件事要是不成功了吗 嗯 你不要 查得来 你听说